隨著天月聖主身亡 冥界危機戰告斷落 四五軍臨危一策 開啟全新境遇篇章《天外南海》 神秘境遇又會開啟何種新的故事篇章呢? 哈囉大家我是Kevin 今天就透過懶人包的形式 來帶大家回顧這部經典不帶戲劇 2003年推出的《霹靂刀鋒》 接下來進入政變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推出與不帶戲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製作的話 現在可以加入會員 一起成為牛頭大軍 加入後你可以與其他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未來影片走向 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以及會員私密的Podcast 蓋文瞎聊 現在歡迎各位導遊 加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喔 隨著波巡被封印 小三界動亂 也在各方勢力角力間消民殆盡 冥界天月無疑是這場鬥爭中最大贏家 放出魔刀 消耗中原戰力 借天時鑽除民間駐守 更為聖主回歸 坐下鋪牌 惡鬼亂世 龍虧亥 天月聖主皆已是難以撼動之惡鬼 卻在蘇蘭真與一夜書的安排下 天月聖主在半天強行突破禁制下身亡 而龍虧亥雖產除萬惡鬼樓管理者 封回行天師 但魔刀神劍的將士 也讓一代鬼雄 難逃拜王定數 就在武林看似邁入和平 四無君卻突現其策 擎桌金流離前往天外南海 緩緩一夜書救援時機 蘇蘭真因應四無君布局 讓蘇蘇蘭與秦賈仙先行前往異境 武林最有得著不可疑地的境界 天下人心豐富 武林最惡事起 殺戀 努力 陰謀 躍欠 愛無法情供人生 就必須疑伏伏 疑伏伏伏 疑伏伏 疑伏伏 亂世七月 尾老海 天落七分 暗幾天 冰川七福 心理中 奉得 疑伏 奪天外 千歷 疼風 以刀為起點 以殺為舅屬 各方高手前進易運南海 帶出天外南海 特有的民俗風情 凹刀天下又将带出何种未明风暴 和恩怨未知的武林 袭日宿敌天际与兵险最终的决战 开启一场永无止修的刀剑针锋 兵险与天际第三次的决战是最终的生死 鬼狼六斩意月张狂 天际兴师自己就必须更冷静 瞬间的禁袭 生死交汇将在笑声之后 新咿阴利用合并的贵 님 天守卸狩 帝宝臺眼南晋困渊 回宫指 Pennsylum 治愚菱向新晾 跟你的国人消失 敌孳严惯 添蘭 阮哪忽 救治 东西根 救兴 是欣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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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人生一遭的兵线 终究在永远包容孤寂的大雪原 撒进宛若无尽的乐解 依然狂傲的笑声 是兵线在雪原消逝的身影 随四无军布局 战局来自 有别于苦吉灭道四径之另一空间 天外南海 天外南海山川地理与苦境大同小异 而区域上大致分为五域四族二臣 五域是以地理划分 东域兽族 南域蟲族 北域翼族 西域人族 中域则有两臣 冰川刀城与奥刀天下各自为政 两臣之间互通联姻 熟了多年前冰川刀城为杀手一夕所灭 奥刀天下便掌握了整个天外南海 但四族之间的排他以及皇城内斗始终未曾停歇过 由素续人的出现替自成神秘面纱揭开了序幕 就在秦甲仙处心机率要进入奥刀天下皇城 素续人凭借高超医术取得奥刀天下的信任 寻思枕脉 常年卧病查不出病因的奥刀城四公主 桓莹公主个心温和又执着 在一次意外中受奥刀城第一武训白成鱼救助而倾心于他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藉由素续人的开导下 桓莹公主踏出最爱的第一步 而茶探至竟流离下落 素续人也返回苦境 随真是金香百年轻往南海 临行前 直视肃寒珍为一身劲敌的四五军前来送行 азд物观六五军前来送行 还说服观九尉累的 本地固剑直中完毕 放学之秀 周三不行 要表用水 一杯酒 就立一旁空深 到下 飞几杯酒 就立胜利家乡不变 吆 十五分够够探紧 日今人家舍不凶 做完情理由这种完情 永远无人探索情丁几条 永远不得不挑心 十五分仁如 永远无人人才贵仨 永远无人不可 不念生生病 只怕过人回来 人生疲惠不生虚虚 港湖鬼鬼鬼鬼鬼 谁生谁来谁定就了 一地三杯酒就渗车暗 但数人人台船团队 在胸肩皮环寄生 然而当年南海歼灭冰川刀城之后 席类凶手线索纷纷出现 原本身为冥界刀王的冰川孤城 也回归故土 开始调查自己的身世 及当年灭门惨案 同时间九要时开启斗争 拗刀城高手奔献 也因过往 郑江云曾参与灭冰城一役 遭各方势力盯上 最终身亡于望月天狼手中 Tall尾山的终身亡于国 副国功能 凶工忍支某是各奖渕她 狼命厕袖 若不知道 人人和北方参与此 作为一筆生 引环纠ié doctrine变形 始料 困难 本身继绝 是改叛,是回魂,也是无能。 一丁上应当的身体,再加强不起关心的重疾。 走入的行为,罪必要的结果。 而奥刀城三兄弟,分别为大臣主、奥刀玄龙统治奥刀天下,虽身受人民爱戴,但因为种族隔离政策,所以也有许多百姓,与兽、虫、义、各族不满。 三城主奥刀清零,因为当年未婚妻冰川云姬之死,以及冰川刀卒列门血案,与大哥深有隔阂,长年隐居在奥刀城外,身边聚集了许多不满奥刀玄龙统治的人。 二城主奥刀苍蕾,看似愚钝,实则野心勃勃,表面上一一当大哥与三弟的和事佬,但实际上处处挑拨,更化为鬼面剧,连合虫族,意图夺取奥刀城主大位。 随着冰川孤城回到天外南海,回想起过往身为冰川刀卒遗孤的记忆,并积极调查冰川刀卒灭门血案,却成为阴谋家操控利用的对象。 被挑拨针对奥刀清零,一族生肖长老为保奥刀清零,这有道出当年真相。 奥刀皇族因为男多女少,所以一女多夫。 虽然当年冰川云姬要求只嫁给奥刀清零,但奥刀玄龙认为一女多夫是传统。 试图墙上冰川云姬,云姬不愿受入自杀身亡。 此消息传到冰川刀城,城主怒不可恶,打算公开真相。 奥刀玄龙为了保全民生,杀人灭口,委托五名杀手突入冰川刀城。 至此,奥刀清零离开奥刀城,两兄弟间也结下不可逾越的鸿沟。 得知真相后的冰川孤城便前往刺杀奥刀玄龙。 被冰川采杀磯主僚zn明这事意外,新傲仴不可逾越活9分年议。 うま關係~! 冰川云姬王小意思。 冰川惟罪,冰川伏! None文在泳战焙春γ! 冰淇淋 出车再无够离 十分前的队位 六举水连移不断 冰淌火星 铁落海中流星 新兵速攻 来减少我们 无几秒平凡突袭 一斗先跑跑 进队速将 凝存不心一步凝少 一斗 减少 冲啊 冲啊 冲 无风救个风 冲究竟什么人 我万里不成人 南海至极关键物品 九药浮龙石 唯能打开 虫 翼 兽 三足九药之门的宝物 共有九颗 九颗集齐 都能打开其中一道门 门内有斜地留下的遗物 从族为万毒株 受族为天外南海所有的武功 一族为传说中 能解万毒的神龙草 九药浮龙石目前已出现7颗 为了减少各族 争夺造成的伤亡 凹刀天下开办九药大会 持有九药浮龙石之人 皆能参与九药大会 胜者能读得所有的九药浮龙石 而在九药大会举办途中 第八颗九药浮龙石县市 各方势力严阵以待 此时萧生起 黄刀仙一人击退所有高手 取得主要光纸 一生一両兵性 五今五明十五年 同时间 阿渡来出不同鸿鸿鱿鱿 新鸿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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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9号大会 奥刀亲临下属浪尖山 战胜二臣主奥刀苍蕾 夺得五颗福龙石交给三臣主 然而奥刀城除原有的三位臣主外 更有众兄弟疼惜的怀音公主 在被苏续人医好相思病后 决定向白晨宇告白 大臣主介入帮忙 虽然借由大臣主召开大会 试图修改皇族之人 与其他阶层联姻之事 但当事人白晨宇却投下反对一票 怀音公主与侍女离开奥刀城 试探白晨宇的心意 大臣主果然在此刻 令白晨宇出城找人 而怀音两人便透过桥庄 跟在白晨宇身边 而此时奥刀亲临却会见白晨宇 构知其冰川云姬之死的真相 于此刻浮荣石奥刀城内斗越演越烈 在奥刀苍蕾的挑拨下 冰川枯城素兰箴等人 都被奥刀玄容理解成为奥刀亲临的党羽 而奥刀亲临也逐渐不谅解大臣主 终于在奥刀苍蕾的部下法剑无痕 杨专凤大臣主命令 无条件屠杀奥刀亲临招募的人马后 奥刀亲临终于决定起义 对抗奥刀玄容 而奥刀玄容这边 虽然推断出苏兰箴等人的事情尚有疑点 并且推断出奥刀城有内奸 但仍决意先处理奥刀亲临的叛变 至此奥刀天下开启内乱局面 能够出奥刀光 能够出奥刀审的叛逻 中文字的叛逛 华杨与其临与炸战 猪杀公元 探陡明 乱底兴奥刀 画画 出名 打 不是什么 鞠躬 你是什麼 人群天花警察 人群天花停箱 工作室就鞠躬性功 我的玲瓏零 第三分定期待會 吼 殺 然而蟲族 未躲九藥不翁時 黑豬亞綁走環陰公主 而奧刀城的內亂即將開戰 奧刀玄龍判斷蟲族 是為九藥不翁時 因此 推斷出環陰公主 暫時不會受到傷害 所以兩人決定 先處理 奧刀清零的叛亂 而黑豬亞 則持續 對環陰公主洗腦 說大成主 跟三成主 都不在乎她 甚至白成魚 都回到奧刀天下 環陰公主 逐漸對白成魚 由愛深恨 由奧刀城所引發的內鬥 也於此刻 越演越烈 奧刀雙城主反目 奧刀清零 廣納各族聯軍 也包含重組 在奧刀清零的智囊 月陀的佈局下 突襲奧刀巡龍本軍 又使奧刀大軍大義 隨著重組伏兵 一舉逆轉戰事 因此封面 不知名言榮 雙城 有四凌龍 無二針 刀鋼的 kal 啊 未來 即使 時封一 後天 好 發覺率 無法欠凶對風 不能 這時 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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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定山山山山 史穆基紀外 紅德大軍 正中山山山山山山 仍然無極央年事故 殺敵無德大軍 頭部揮手致力 並休心啊 你用人冠 通俗代冠 香香夹杀困承的王德显龙 王德显龙不仙登陆 飞陷击击 我相处 你相依旧来旧安 又不动安 继续任命 奔西通俗 也将无所谓 如今海的召动 旋征征的 微便变期待 宼心阻力 再承识 前面 相軍爆炸 我的幸運之分 尖竟繼續溃落 下落領先 你很混亂 你留不住 允信不住 用你其故 能共有 而傲刀蒼雷 卻因追擊太過深入 不及回緣 傲刀尋龍兵敗如山倒 只能與白神魚兩人殺出重圍 卻遭到傲刀精靈大軍 蟲族鬼面具連番逼殺 此刻傲刀精靈獲勝 入主傲刀城 隨即宣布四足平等 但蟲族四處惹事 導致民怨漸起 傲刀蒼雷趁此把握時機 登打從一開始 傲刀蒼雷便與蟲族勾結 在傲刀精靈被迫逃離傲刀城後 回到九一雲峰 見冰川雲姬遺體 得神霄長老指點 前往秋山谷尋找能人 秋山凌峰臥將死的出登場 便對傲刀精靈當頭伴客 欲罵醒傲刀精靈 傲刀精靈 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發展的原因是為了什麼 永遠聽 不回答 人生 在人自信也沒人 就把人專有相信 在人設計也沒辦法 沒辦法堅定 就算百萬鄉書 照理悠久過段的貢獻 一年一百多年 無人做幾萬三年運氣 無人出色的蜕蜜不盡的灰燈 無得青霖 你只是空幽震燈 甚至畢竟忘了 都可忘憲 卻無實際作為它造型 又無限威脅的重視力量 甚至我不是做到空間 你竟不如漏氣 請回答 我還不只是堅勇 不只是毀力 我還真能受精靈奔 不如漢奔 請我安排 永遠都只有千塊 做你的精靈奔 你將會摧毀勇氣 在見識了奧刀精靈的決心後 一代智者臥江子 也應天命 準備出山補索奧刀精靈 而奧刀蒼雷 在此刻 也收束一切局面 成為奧刀城的城主 也藉此贏回奧刀巡龍 但在回到奧刀天下前的奧刀巡龍 早已發覺 有一雙幕後黑手 推動著一切局面 遂其深入險境 試探奧刀蒼雷 戴上鬼面具 在傷眾之際 以自禁的方式 包裝成不慎跌落奧刀天下 使明星對奧刀蒼存疑 然而冰川遺孤 最終在見到奧刀巡龍 以自禁的方式 以洩天下後 決意前往刺殺一切幕後的陰謀家 奧刀蒼雷 就在奧刀蒼雷 登基成主 也讓一切陰謀揭曉 蟲族少數的好人苗蜜 在奧刀城監事 再看到鬼面具 離開奧刀城前往皇陵 跟蹤卻被發現 最終苗蜜不敵鬼面具 身受重傷 領域變了魔法 楊硬令目標 好 楊靚 劉曼 勇 用力 脫衛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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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地狗 我的叢林 海星 好 我的叢林多江 正是有分为止 放在四方的下一位一秒面 下一位救救一遍 妞妞 来情快救奉价 我的叢林继续迎接奉价 走走 冰川孤城与浪千山也潜入奥刀天下 试图杀害奥刀苍蕾 在此刻奥刀苍蕾不再隐藏实力 元超孤寂的实力也让两人陷入苦战 在天外南海的环境 以及失去刀王杀技的影响下 最终冰川孤城与浪千山站死在奥刀城 就在得知此汉室的奥刀精灵 当场气急昏迷 我将此与此刻正式出山立即布局 让奥刀精灵炸死 更以群众致使奥刀苍蕾不得开关验尸 随其诈详于奥刀苍蕾挥下 击退虫竹进攻 抱拳奥刀城 难可九要浮翁时牵涉武林秘宝 虫竹之手力携天 藉由奥刀城内乱 暗渡城仓 及其万毒珠开启要术 并带走唯一知晓如何开启九要之门的神霄长老 打开虫竹之门 于此时万毒珠终于现世 素含针 鬼面具 狂刀 三方齐去 共夺其诛 饰奇 繁育借 六岕 最终万毒珠被黑猪蚾夺走 但黑猪蚾却被自己洗脑的环英反杀 最终万毒珠也落入百族独仙手中 而奥刀城方面 从族首脑立邪天与百族独仙 试图以万毒珠散播毒气 一举攻陷奥刀城 苏安真与神骁也与此刻排布 准备在百族独仙使用万毒珠时 因全身贯注功力 对外界毫无抵抗之力 借机抢夺万毒珠 准备在百族独仙使用万毒珠时 这次红色转身天内清晴 同时将其文化日圣 哈? 万毒珠比较飞翼 万天独仙 圣灯回到这万毒珠之力 准备 同时将其文化日圣 准备在百族独仙使用万毒珠时 就在百族独仙使用万毒珠 让万毒珠趁南风势 吹向奥刀城 奥刀苍蕾被逼得不得不离 我将此与此刻开谈作法 照爱北风将毒雾倒吹而回 夺得万毒珠后 虽然真不顾伤势 为旧一夜书 虽然真于冰川遗址 开始扭转万毒珠的毒性 成功逆转万毒珠后 银湖以超绝身法带走万毒珠 前往中原 在天外南海仍然动乱之际 明界天月阴谋持续 天月大局进攻中原门派 四无军请出同门 东西南北四方无军 请桌叶小差 长河南星 素续人 天际困于阵法之中 要求中原邦一个月破阵救人 否则将直接处决人质 同时四无军从素续人手里 搜得素完针留给素续人的书信 内中写道让素续人 在危机时前往奔心石洞 内中机关藏有前往贤能镜 隐藏基地之法 再让素续人以此为投靠天月 四无军判断素完针打算 利用贤能镜 波炎天月进军中原 但四无军仍是 开然应下素完针的挑战 先后派出绝业 百朝城等人试探 随后自己轻声一探 本心石洞 却被困于洞中 机关启动 这准石洞相应相启录 半心半心一半心 转着转得是转行 脑中尽是做万贯 江南文部半变天 这准石洞 今这位先生讨得清晨 这准路之 我来拥不了这准地 我是离不开这里秋冬 所在着孤立天下室 安静寿我四感冒 今朝秋冬不吉地 一做情心能用度 所不分何我心 一定听见我心 世人改言所欢心心不可笑 小小机关又有何心 所欢心 若这实力布地机关 以便败贵革命 世人一定困惑一息 最终究不凌困惑 就在肃环间换了消息东西 丁斩 天人团来起乡 就在四无君察觉此洞 只会困住自己 等到四无君破解机关时 一夜书已被万毒珠解救 但四无君亲身前往定禅天 见到一夜书疗伤的十年 将其带回明界天月 天外南海局势也在先前万毒逼零 波将此把握奥刀苍蕾人马 离开奥刀城之时 于群众面前 让奥刀清零复活 使百姓相信三成主乃是天命所归 成功收复奥刀城 另一方面 奥刀苍蕾 羽利携天 准备夺回万毒珠 奥刀苍蕾成功夺得万毒珠之时 月以死 羽利携天 百足独间谈判 但万毒珠其实是正道方 仿佩丢出的假货 冲除将计就计 为啥奥刀苍蕾 南海局势 冲足备刀 我都成为李夏天 相伯夾前 国座丁策产权取消 我都成为回邮行程 我都快继续变化理设 保护刀苍蕾 把于救救人 出的阻止 对 胸费顺利 以夏天 也无量招目石录 新疆 将使 不得从回邮行程 专利再见 到级随心所 能使出准击 在救救人 一向外向 一戴小熊鬼面具 最终人世败王 历斜天趁此打算 以懊刀苍蕾的首集 贾义与懊刀成和谈 趁机攻下奥刀成 但或将此将计就计 反包围重俗大军 最终奥刀成第一武训白晨云 单挑立斜天 开启一场南海版图至极之战 无关之关冠之间 一手李夏天 五分独占特相议 不曾高则神压 两人成一刹北京 平和南海之未来 现在出压 平和南海故族 中要对目 欧修成心 如果别想一用战就不错可能 不真有欧阳将军里面 不想一别想一战一样人 完全农党之后暗流在暗 我得小兄德赛的李夏天将将心虹 细度及时 欧阳已在鸿里 我得快杀李夏天匹平跳 快西剑 炒烈赵子 这麽是狭特差 统天擬的刺码 开与忠舊机械 异习已不断击 雉甲 火烤银里 毁力真心 降重李夏天王蝎 跳出见几乎 李夏天的红林彬巧拉 就在南海局势逐渐稳定之际 被邪天之死 忽然邪虫飞出 带出奇异的文字 瞬间邪虫 闯入环鹰体内 形成一股极大的邪流 冲击全身的蹊跷与静脉 同时脑中浮出 无数诡异的画面 为探寻此源头 其日天生浪漫的环鹰 也动身前往中原 在中原局势混乱不明 又有天外南海部分人民来到 整体局势 也在失去素杨真的代理下 禁区混乱 暗处的邪能静 更是积极安排复活阴阳师之势 邪能静明界天月卷土重来 古境烽火不断 武林各派们纷纷遭难 危机时刻 听弟们再现熟悉的声音 神秘到此纷纷入室 一抗天月进攻 未杀一夜书 四五军部下重重杀阵 邪地之谜 邪虫之祸 白年独创 半天献为 究竟谁能一劫死乱局 再开万里征途 人独之中 幻天之役 幻天之为 宽宽胸口 天地门起来 温柴好情 一种之后 一直化解力 明大天恶一世人境 将在善普通 归问暗中心机 营养所 尽量顺利和我望 寿武基人设计定 天机 业小体 心动 数学院 一国国之位 水灵解救力 兴天师 两体 建设分布 一种之后 救出天机 天师所思计 各路开启 天空去夹 无人危机 究竟为何人 天业国情 却这个美国 无其下地 有些火风过尽 神秘多家 我们所思 天外回船 业口之间 再生人 有些何物 何地呢 又比政策好 却不超过 我们的报道 自行人 一自动 专心 中私力作 天役 一手机 万力 疯狂 警察 凌侯万力 黑空 可 简 业小 宏规 现象 民族 高 多 升 grade bacteria 封医刀风 堪称盖吻舍 可不可以看剧集内容 遇到最多拼近的时候 第一是在整体剧情 应该来说要把所有内容都做在天外南海身上 也是霹雳早期少数创新 完全以抑郁作为主要的剧情故事内容 所以在整理这些内容上 无法取舍这些庞大剧情架构下的描述 再加上一环接一环的人物关系 让霹雳刀锋整体的剧情丰富度极度多元 也让我很难整理 不过提到亮眼人物的部分 与其提正部主打的《乱世狂刀》 我们不如就提那些刀锋猩猩白成鱼 《兽竹银狐》《智者沃将死》 不论在武器拍摄上或者剧情描述上 这几位人物可说具有浓烈的个人特色 然而拖了这么久的霹雳刀锋可不可以看后 下一部剧集《万里征途》 盖文写的速度能不能快一点 也是要看大家对这类影片值不支持咯 如果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影片 或者对霹雳刀锋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想推荐的话 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而影片的最后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也可以通过资讯栏的网址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掰掰 关闭影片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了吗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podcast已经挪到听你在那边盖的频道了哦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的podcast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呈现哦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的频道订阅起来 如果想抖内一起赞助我们的朋友 一样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我是盖文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掰掰